李克强与罗塞福共同会见记者 李克强表示 中巴双方一致同意加强产能合作 中国经过多年发展 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 拥有优势赋予产能 有利于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李克强强调 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 中巴作为世界重要新兴经济体加强合作 不仅可以提振新兴市场国家的信心 罗塞福表示 巴中两国在平地扩大双向贸易投资 加强金融合作 双方将继续在联合国20国互信基础上 建立起战略性合作关系 两国有加强互利务实合作的 现实需求和强烈愿望 巴方愿进一步深化双方能源资源 冶金制造业航空航天农业等传统合作领域 重点开拓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 李克强与罗塞福共同出席 中方承建的美丽山水电站 特高压支流输电项目视频电机仪式 该项目线路全长超过2000公里 自北向南穿越巴西大部分国土 是我国企业在海外中标的首个特高压输电项目 双方项目主管通过视频连线 远程汇报准备工作就绪 李克强和罗塞福共同为项目电机揭幕 李克强和罗塞福共同为项目中